布里桃園医院爆发群聚感染 目前已经累积有15人确诊 现在首例医师案838 不少人怀疑他是否就是超级传播者 透过染疫关系图来看 案838在1月8号出现发烧症状 从1月7号到10号陆续接触感染了 839 869 852和856 在接连爆出第二及第三波传染力 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更痛疲 指挥中心资讯不明确 838有症状居然9号还能请假 难道不是防疫破口 就算是例假专家人认为 专业医师明知自己有染疫风险 人照修在回院上班 医师的管理是否有很大的疏漏 他身体出了状况以后 他竟然医院没有把他政策到 那他还继续在工作 这个就是处在医疗人员的健康管理 出的问题 所以这点没做好 就造成后面的病理第二波再删出去 疫调不透明 院内追踪不确实 指挥中心匡列太大意 838引发的超级传播事件 恐怕再度成了境内疫情最大隐忧 解桃园台北综合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